风系统由岩底板、风岩板、收口条以及屋面排气孔组成。 由于热压作用,阁楼内的热空气向上升,从上方的老虎窗或者山墙百叶窗等部位排走。 热空气排走,阁楼内压力下降,岩口下的空气通过岩底板的小孔从下方进入屋顶层内,带来冷空气,形成稳定的对流,持续不断地给阁楼降温。 带墙面及屋面结构板安装完成后,即可开始安装盐口通风系统。 收口条的安装,在平直的盐口很简单,靠墙定好位固定即可。 我们重点对阴阳角转角部位做出说明。 首先,安装中缝条母扣条,在阴阳角位置45度斜线上安装。 中缝条与墙面相接的一头,因根据阴阳角切割相应角度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 其次,安装收口条,先复合房屋尺寸,切割收口条,在阴阳转角处,收口条应切45度斜角相接。 上图中展示了阴角收口条,与中缝条的安装顺序。 先安装中缝条母扣条,在两侧安装收口条,眼底板安装完成后,再扣上中缝条子扣条。 中缝条及收口条的切割,可采用角磨机。 将眼底板白色面朝下,一端插入收口条,另一端用圆头十字钻尾螺钉,固定在上侧绒骨上。 煤块板中间及两端,均用螺钉固定,需要注意螺钉,应尽量靠近龙骨边缘,以免螺钉安装完成后露头。 眼底板宽度,可根据实际项目眼口尺寸定制生产,生产前应跟设计师确定施工顺序,保证眼底板的宽度,符合项目要求。 风眼板下部静靠眼底板,用力往上踢,在风眼板背部均匀涂抹结构胶,与OSB板固定。 结构胶应在风眼板四周涂抹一圈,中间交叉涂抹,空白区域稍大的区域不涂,厚度以不影响风眼板平整度为宜。 安装完风眼板后,雾面防水卷材,雨粒青瓦边缘,可附在风眼板上部泛水板处。 风眼板表面附膜,可在雾面施工完成后撕去,以免受到后续施工的污染。 在阴阳角处,风眼板为折板安装。 在阴角处,上部的泛水板部分应根据中线,分别切割两个45度角。 在阴阳角处,下部的收口条部分应在中线两边各切割45度角。 在阴阳转折部位,先用美工刀或角磨机微微切割,再转折,可保证转角平直美观。 阴阳转折部位可以采用眼底板,跟风眼板进行装饰,为确保美观,边角没有划痕。 均采用折板的形式,对转角需要隐藏的部位,进行折弯,不完全切割风眼板的边缘。 当安装了眼底通风板,阁楼上下可形成对流通风。 室外温度26摄氏度时,阁楼温度尽为30摄氏度。 当没有安装眼底通风板,阁楼的空气不能有效流通时,阁楼温度达到50摄氏度,远超室外温度。 风的眼口做法,一般采用质感涂料,需要在风板上刮涂逆子。 逆子应分层刮涂两遍,不能太厚,也不能太薄。 逆子分层干后,分三遍上质感涂料或针时期,每一遍需等上一遍干后,才可施工。 整个过程工序多,等待时间长,对天气要求高,容易造成人员窝工,人工成本高。 相对而言,我们眼口通风系统,一次施工完成,工序简单,对施工人员要求不高,极大的节省了人工成本。 以往的涂料做法,随着季节更替,热胀冷缩。 因原来施工时涂层太厚,基层为风隔成块,或风隔块太大,涂料太稠太厚,又稀释不当。 涂料本身性能存在缺陷等原因,等其开裂发霉,特别影响美观。 我们的眼口通风系统材质为铝合金及采钢板,不存在上述等问题,业注可放心选用。 板,由铝合金制成,主要用于眼口底部的吊顶板,表面有很多小孔,可供气流通过,又可防止蚊虫进入。 眼底板外视面为白色,采用优质面器,通体散发自然淡雅的光泽,是现代装饰的主流之选。 眼底板表面,附有一层专用保护膜,可保护眼底板面器,免受运输,安装过程中的损伤。 眼底板宽度400毫米,长度可根据实际项目的眼口尺寸,定制生产,提高安装效率。 风眼板,主要用于眼口的立面装饰,其上部自带饭水功能,下侧为眼底板的收口条。 风眼板面层颜色,与眼底板保持一致,为磁白色。 表面也附有一层保护面器的膜,可在风眼板安装完成后撕去,以免其受污面墙面施工的污染。 收口条,安装于眼口底部内侧,用于安装眼底板。 长度3米,表层面七磁白色,同样附有保护膜。 收口条的高度,与眼底板完全匹配,在安装完成后,能与眼底板紧密结合在一起,不会发生异象。 中缝条,铝合金材质,用于阴阳较岩底板的安装于美化。 中缝条分为母扣条与子扣条,母扣条总宽度较窄,卡缝较宽,安装于上面,子扣条总宽度较宽,卡缝较窄,安装于上面,子扣条总宽度较宽,卡缝较窄,安装于上面。